再去看一下这个幸福树 这个幸福树还是之前从阳台花园搬过来的 之前很小一棵 现在已经长得很大咯 就是这一棵幸福树 大家看现在长得这么高大了 看过我之前视频的花友应该都知道 之前我的一棵幸福树是一点点大 现在这个枝干比我的手指还粗了 看到没这个筋干 快要由我大拇指这么粗了 现在是真正的成了树了 这个幸福树还是很好养的 也很好看 尤其是在这个夏天 生长速度非常的快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浇水一定要及时 因为它长得越快 对水的需求量就越大 像我的这一棵 今年没有给它换盆 所以现在感觉这个盆 已经不够它生长了 看它的这个株形 所以浇水更要及时 而且我还是用这种头盆种的 在夏天天气热的话 它干起来特别的快 只要浇水稍微不及时 它的这些叶子就全部打拉下来 一点都不好看 而且还会影响它的生长 而现在大家看 哇这个叶子绿油油的 看得很舒服哦 现在就来给它浇水 像我的这一盆幸福树 因为它的盆比较的小 所以在夏天的话 只要不是这个下雨天 在外面它的这个土鳞的 吸饱了这个雨水的情况下 我基本上每一天都要给它浇水 哪怕有一天 我记得有一天好像是忘了浇水 然后到中午 好像是到下午 下午因为这个地方晒得到太阳 然后这个叶子就全部粘下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它搬到这种 晒不到太阳的地方 等这个土温比较接近室内的温度的时候 再给它浇一点点水 然后再浇一点点水 这样慢慢的让它恢复 不要看到这种情况 就是在这个大厦边 它在暴晒的缺水了 你立马就给它浇 这样可能这个花就有可能被你浇湿 除了给它浇水 往盆土里浇水以外 还可以往它的这个叶面上面喷水 这样可以洗掉灰尘 也可以给它增加湿度 这样它的叶子就绿油油的 很好看哦 所以幸福树浇水还是比较简单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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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谢谢大家